哈喽 大家好 我是飘雪 今天呢 我们去青岛 现在经过的这个就是青岛的胶州湾跨海大桥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会去 先去的是五四广场 打一个卡 然后我们再去那个战桥 反正就是这种网红打卡店吧 打卡的景区吧 去战桥 那五四广场它是免费的 战桥也是免费的 然后去完战桥之后呢 我们就去奥方基地 奥方基地也没打算去 就是远远的看一下也就算了 因为我去年去过了 所以奥方基地没去 奥方基地跟五四广场大概差七公里 所以我们也没打算去奥方基地 就在这边给大家拍一拍 对面这个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就是奥方基地了 我去年是有进去玩了一圈 它有那个里面有那个观光车 在里面转了一圈 然后我们开车去了劳山 到了劳山那个阳口景区 景区玩完之后我们下到海边 到海边玩了一会儿 玩了一会儿海水 然后五点之后我们就上了黄海公路 黄海公路只有五点之后 当他们工作人员下班之后才能进入 天空很蓝 海水也很蓝 天空就开始用了Üシャー 看一眼 往哪儿搜下 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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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我踩上蛋了来 我来 好好好 男孩子 好好好 他们看 我们比一样 这就是最美鱼村了 是挺好看的 领海的一个小村子 基本都是民宿什么之类的 饭店啊 民宿啊 之类的很多 当前平均车速919 警方是线速100行驶 700米处 用压线拍照 前方隧道线速将地址90 看一下有多少人 天天都这样 这又不是周末 也不是节假日 就是平时 我们就没有选择周末来 不敢选择周末来 周末来更多人 我们上一次去的时候 就星期五 星期五也是人山人海 在这转悠悠 大家都在这转悠悠 有多少人 等下到山顶上 给你们看看 你们知道了吗 锻炼身体 也转来转去 转来转去 太多人了 没办法 还有更远的 你看 他能再多的时候 还要再往前转 咱们进去之后 直接带大家去乘车了 大家都坐下 他坐大巴 大巴不是没有包括在里面吗 大巴是不是还要另外买票 这是鹿园的 这个是鹿园的钱 这个是鹿园的钱 不知道 也没有包括 好像没有 没有包括手道 手道要另外买票 可能 这只是坐大巴上去 就是手道还要另外买票 这是鹿园的 可能跟加大巴的钱 好了 就是能挤人的 就是走不动的那种 能不能 这时候白天的 但是他看日出那一波 已经走掉了 然后晚上的还没上来 要到晚上的时候 哇能产能要多 煎饼 看看能有多少 看得到下面吗 看不到呀 这是一个风口 ¿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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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剩地了 五月独装这几个字呢 大家知道吗 是在哪里有看到过吗 你们打开那个五块钱的人民币 五块钱人民币背面那个背景 里面就有这个 就有这五月独装这五个字 所以今天很多人在这打卡 好不容易我们也挤进去 给我姐拍了两张 因为我去年来的时候我拍过了 所以我今年没有拍 就给我姐拍了几张 你们两个团找完没的吗 那个团 还有位置 过来 拿着的 去好了 你找他那个位置 你找不到 你在后面排队来这么急 小姐彩虞 彩虞 直视aina喜 四十二斤 cock freedom 虞乞植 celebration Chi 拍视频在那里 你又不压居了 哎呀喝一口可乐压压筋 护压女儿抱着跟护压女儿呢 坐 喝完 花香味 干部 窗户 香港人 游泳 并没有就像 星光 旦那些人 五百年 老百年 人工 那些人 白皇 呢 结果 我去年是爬的 今年没有 今年就不想爬了 太冷 我才中天能爬 再爬两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 那差不多 我们爬到是你们 你们一半一半 差不多 下面也要三个小时 有六个小时 从鸿门爬的是吧 不是 天外村 天外村 那边应该属于鸿门 要不就鸿门 要不就天外村 鸿门就从头爬到位了 天外村也是 上午爬上来了 7点开始爬 再来坐一下 坐一下就下去了 挺累 我们上次爬是爬上来 但是往上在那边过夜 找上去看热桌的 那可以 那没那么辛苦 到这边休息一下 又爬 注意脚下安全 他这个下山也还要买票 他这个下山也还要买票 都是单纯的 大盘也是单纯 我以为大盘是包在票林的 结束了 咱们现在准备下山了 做手道就是很简单 早上上来下午中午就下去了 没什么好玩的 拍两张照片 所以他们爬也爬得上 爬也爬得上 7点爬 人家爬着也上来 这时候也下山了 我们做手道 这个时候也下山了 他们早上7点爬到现在 然后转一圈再下去 他爬5-6个小时 5-6个小时叫我爬不了 两三个小时 这已经极限了 我觉得我已经极限了